好妻子的九大优点 你家里的占了哪几条 男人一辈子可以爱上很多人 但是真正陪伴自己过日子的就那一个 茫茫人海寻找一个理想的生活伴侣并不容易 爱对了终生无憾 爱错了婚姻变成牢笼 在男人眼里一个好妻子会具备好多优点 以下列出九点 一 闲内住 在日常生活里和自己的男人保持独立 甚至很多时候能帮到男人 不添累罪有组件 事事都想着先自己解决 解决不了的再和男人一起商量 二 持家有道 会理财的女人能让日子过得井井有条 符合中国女人勤俭传统美德 知道钱该在什么地方花 但也不是勒紧裤腰带 过清淡无畏的日子 三 为人处事通达 会做人圆滑却有度 有自己一套严格的价值观底线 在捍卫家庭的利益 同时又能与人为散 经营好和朋友亲戚之间的关系 四 精神世界独立 有自己坚持的爱好和事情 不依附男人生活 也有自己健康的朋友圈 而不是制作一个天天需要人宠溺的女人 活出自己的价值 五 通情达利 为人和气 做事鸣利 透露着知性美和魅力 遇事从不会大声喊叫 有基础的数字教养 从不去怒气冷暴力 以沟通为本 六 相夫教子 在生活中和丈夫互相扶持 同时也能让家庭生活有条不紊 对孩子的教育一丝不苟 以身作折 用自己优秀的品质 给孩子做榜样 七 有大局观 从来不在乎自己在家里 有多少权利和地位 因为只有傻女人 才会想争取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出门在外懂得给自己的男人称门面 成就男人 八 给男人空间 夫妻相处需要一定的空间 有了空间才能呼吸畅通 不去驯服自己的男人 给他固定的私人空间 对自己的男人拥有足够的信心 九 知男人心 懂男人苦 理解自己的男人 成为男人的精神力量 只想着成就他 而不是索取 在心灵上像母亲那样安慰男人 在温情中是合格的妻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